她为了伊丽莎白不惜放下她那高高在上的态度和优越感 她一致万金为伊丽莎白私奔在外的妹妹举办婚礼 事后还刻意不让伊丽莎白知道 达西对伊丽莎白的付出总是默默的 并且还是不求回报的 达西不仅在语言上表达了她对伊丽莎白的爱 更重要的是她的行动也证明了她的真心真意 最终她的行动和诚恳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伊丽莎白 几经风波后伊丽莎白终于从傲慢与偏见的迷失中走了出来 与达西共同走进了幸福的殿堂 Mrs.Dar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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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从发誓不嫁达西到后来又那样深爱达西 聪明美丽自信的她 面对权势绝不低头 正是因为如此 英俊潇洒的附加子弟达西被她深深地所吸引着 但是达西的傲慢 使得伊丽莎白对她产生了严重的误会和偏见 因为这种傲慢 实际上是地位差异的反应 只要存在这种傲慢 她与伊丽莎白之间 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 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婚姻 以后伊丽莎白亲眼观察了达西的为人处事和一系列所作所为 特别是看到她改变了过去那种骄傲自负的神态 消除了对她的误会和偏见 从而与她缔结了美满姻缘 伊丽莎白对达西先后几次求婚的不同态度 也反映了女性对人格独立和平等权利的追求 这是伊丽莎白这一人物形象的进步意义 其实 翻拍本身就是对经典内容的一种肯定和依赖 是不可以取代的 就如同达西与伊丽莎白初次见面时 对伊丽莎白的评价被其听见的场景一样 几乎每一部关于这部小说的影视剧 都会重复利用这组场景 而几乎完全使用原著中原有的对白 不可能是一种罪我来站在这部小说的 但这地方是充满的女孩 我只见过一位女孩 你众人的女孩 不像她的女孩 不像她的女孩 但是她的女孩 她说她有个威力的威力 几乎女孩 威力的威力 她的女孩 那是她的女孩 她的女孩 她的女孩 是她的女孩 她的女孩 她的女孩 她看着她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以此的女孩 为了解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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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普普通通老套形式的运作 尤其在1940年的版本中 第二场舞会上 达西先生看来 唯独2005年的新作 不仅场景布置的富丽堂皇 据连每一个群众演员的服装 都非常的得体高贵 何况是众人推崇的主角们呢 在这一次跳舞的场景中 灌入了导演创新的手法 在舞会上 伊丽莎白与达西二人 共跳一曲 并在互不相让 争锋对峙的激烈言语中跳完 这其中庞若无人的状态